三藩市在過去週末發生多宗搶劫案 其中部分案件 幾個匪徒同時搶劫一個亞裔受害人 另外又有一宗襲擊亞裔的案件 匪徒從汽車懷用氣槍射擊一個亞裔女人 網英光報導 警方資料顯示 上星期五晚上9點多 在四街甲傾街 一個27歲亞裔女人遇到襲擊 警方表示相信匪徒用氣槍射擊女侍主 導致他受傷 他沒有生命危險 匪徒是兩男一女坐一輛房車 同一晚將近11點 Patrell Hill 20街2100號地段 及Rode Island街發生搶劫案 5個20多歲的非洲裔男人 搶走一個30歲亞裔女人的手機 鑰匙和耳筒 然後坐一輛房車逃走 同樣是星期五晚上11點左右 日落區Loughton街 甲23 Avenue 幾個男人搶劫一個28歲拉美裔女人 三個匪徒用武力搶走女侍主的手機和現金 女侍主受傷需要送院治療 匪徒後來坐一輛房車逃走 同一天上午9點半左右 環境獵人角區 Middle Point Road 及Innes Avenue 一架巴士上發生搶劫案 5個十多歲的非洲裔少年 搶劫巴士上兩個正在用手機的年輕亞裔女人 搶走她們的手機 然後落巴士逃走 昨天下午3點左右 在同一個地點 6個14至15歲的非洲裔少年 在巴士上搶走一個32歲 亞裔男人的手機 男士主追逐匪徒期間 被匪徒打傷 需要送院治療 26台記者黃欣光報導